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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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这里是最强折腾王 炎热的夏天困扰我们的不单纯只是那三十六七八度的高温 还有那千百年来赶不进杀不绝的蚊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存在与这个世界上的合理性到底在哪里 他除了吸血、传播各种疾病 然后到处嗡嗡嗡地乱叫凡人之外 他到底还会啥 这TM是人干的事吗 所以好奇的我来了 我想研究一下蚊子的生理构造 昨晚我用补蚊笔补了一大堆蚊子 我们取其中一个幸运儿来放到显文机下面观察一下 来看看这讨厌鬼到底长什么样子 我们放大200倍看一下 据科学家考证 蚊子这种生物已经在地球上存活了一亿多年 迄今为止全世界已记录的蚊子有3600多种 目前我们看到的这种呢 就是比较常见的花蚊子 学名叫做白蚊一蚊 它是一种攻击很强的蚊子 也是一种重要的病毒媒介 它可以传播很多病原体 包括登格热 罗斯核病毒 和西尼罗病毒 它的卵具有很强的抗寒能力和生命力 这个就是它的眼睛 这么一对小小的眼睛 头上有两根触角 长得非常像羽毛一样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蚊子都是吸血的 只有雌性蚊子才吸血 雄性蚊子是不会吸血的 一般吸一些植物的汁水 因为雌性蚊子必须吸血 使其卵潮残的发育 繁衍后代 这根就是它的吸管 雌性蚊子保吸一次血能产一次卵 一身可蚊6-8次 每次200-300粒 所以早期消灭一只蚊子 等于消灭了几百只上千只 我估计这根吸管里面 还有血液残蚊 这是蚊子的脚 一截一截的 像折线一样 腿的末端呢 还有一个倒钩的形状 整条腿上布满了尖刺状的毛发 通过刚才的观察 我们对蚊子的生理构造 大概有了一定的了解 让我更加觉得蚊子的诞生 以及存在 应该是这个世界的Bug 没办法 无能为力 既然我们没法去改变这个事实 那我们只能选择适应 平时就做好各种防蚊措施 多锻炼 多运动 来提升自己的免疫力 防止被蚊子带来的病毒所感染 既然没法做朋友 那就选择斗争到底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给我点个赞 一定要关注 如果你想看什么东西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赶尽杀绝